MING PAO TORNABY 大家好 我是屏东梁智诊所的梁智艺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关什么叫第一型TANLABIN 我们常常在讲TANLABIN 其实大多数 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第二型 我们现在第一型是比较少见 那第二型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老年人或年纪大的人发生的 像因为肥胖 像因为吃太多糖的问题 吃的太甜 或缺少运动 或是家族遗传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讲的第一型糖尿病就不一样 第一型糖尿病他们说在小孩子发生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 当然有可能年纪大一点发生 不过它比较少见 那第一型糖尿病就是指说 它的胰脏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造成完全破坏 没办法制造胰岛素 造成血糖上升 就叫第一型糖尿病 这种破坏很多都是免疫系统问题 或是因为病毒感染 或是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知道它胰脏破坏了 破坏了就要治疗 那当然治疗就是用胰岛素 那第二型糖尿病的人 绝大多数可以用口服的药物治疗 但是第一型糖尿病就用胰岛素 那很多人对胰岛素会害怕 其实胰岛素是我们人体每个人 体内都有 我也有 你也有 体内需要胰岛素的时候 就需要胰岛素来注射 那当糖尿病第一型的人 他的胰脏都把胰岛素的功能破坏了 当然就要打胰岛素